记者政委其台北报道,银法族驾驶人关怀方案于今年7月1日上路,原定75岁以上年长者于今年底前换发新驾照免收50元规费措施。 交通部公路总决经表示,免收规费措施将延长实施至明年底。 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今年7月上路,新制实施后才年满75岁民众,若要继续开车,需经提前与认知机能检查,并检附通过器,使人认知功能测验,或由医院出具未患有中允先亲持久。 C,明文件,才能换发有效期限为三年的驾照,使施日前满75岁但有违规,既点制吊扣,吊销驾照,同样需通过提前与认知机能检查,才能换发有效期限为三年的驾照。 根据统计,截至今年12月22日为止,监理单位已寄发4432份换照通知书,包含借灵换照36149份,有违规换照4283份,已完成换照共有12025人,包含借灵换照167人,有违规换照1958人,其中有340人自愿缴回驾照。 公总表示,有违规计典或调扣驾照的长辈,请在收到通知后,3个月内办理换照,以免受注销驾照处分。 公总表示,年满75岁引发族驾驶员,只要符合自愿缴回驾照或首次成功换发驾照条件,将给予一张具信念性值并除值金额200元电子票证。